攝影朋友出來 來 我們來找一個寶物 我來刺個頭 你坐得過了 這樣好 我們就來練習 好 來泡茶 各位觀眾朋友 今天呢 很榮幸的 我們又來到 盆會長的地方 盆會長的地方是幹什麼呢 我告訴你 挖寶 你要知道喔 在全台北市喔 隨便能夠踢到金子的 沒有其他地方 就只有這裡啦 哈哈哈哈 你說踢到什麼金子 踢到金子就是吃啦 有啦 喔 你睡 連睡覺都是睡在金子上面 金玉滿堂啊 沒錯 人家說什麼 叫做子孫滿堂 不如金玉滿堂 是 這個盆會長什麼沒有 金玉最多 所以呢 當他的孩子呢 每個都要驗一下DNA 免得到時候分彩彩的時候 來 會長請坐 哇 先來自我介紹一下 我現在反客為主啦 主人是他 我是客人 我這邊好操作 好 難怪 來 跟我們的觀眾朋友打個招呼 各位觀眾 大家好 下午好 哈哈哈哈 隨時都好 隨時都好 是 來到盆會長這裡呢 你可以看到好看的東西 喝到好喝的茶 還可以聊一點八卦 沒有 八卦不在我們的節目之內 好八卦 酒掛 嗯 也不是喝酒 因為馬英九跟他有關的 我們都不要 哈哈哈哈 好 在這邊啊 有很多的寶物 是 請看鏡頭 是 什麼寶物最棒 你知道嗎 還是請看鏡頭 什麼寶物最棒 你知道嗎 要跟著網友講 什麼寶物最棒 告訴你 當你懂得分辨 黃金白銀的時候 您的眼光要看鏡頭 呵呵呵 您的 當你懂得黃金白銀如何分辨 如何鑑定 對 假的非常多 那你就不會吃虧了 嗯 如果你懂得投資金銀幣 以及貴金屬的話 那你這一生這一世啊 可以過得興盛繁榮 幸福美滿 經益滿堂 不要那個 比特什麼幣 比特幣 比特幣 都不用幣啊 比特幣啊 比特幣只不過是銅做的而已啊 那叫做不用幣啊 因為已經消失了 OK好 那我們趁這個機會 先考一下會長 您說金銀 那我們如何來判斷 是一個基本常識呢 啊 金銀它是貴金屬 就是很貴的東西 嗯 而且 也 比較沉重的 會長 您眼光一定要看鏡頭 哈哈哈哈 而且比較沉重的 對 很重的 那它有它的水筆重 提到水筆重 很多人聽過 但是不知道怎麼做 對 如果你家有不想要的 K金黃金 或者說想要換線的 都可以來 我就可以 你就可以看得到 我當場如何做水筆重給你看 太好了 而且不收費嘛 對不對 完全免費服務 幫你判斷真假 如果你只是為了要鑑定 要建立你的保物的話 我可要著縮費用 椰市面的五分之一 沒錯哦 對 保物哦 讓你呢 沒事拿回去的人 就可以真的是 放心 因為很多外面的保物都是假的 所以呢 各位觀眾朋友 先別轉台哦 待會兒我們請 我們的朋友會長 先拿一樣 什麼叫做保物給你看哦 內行人看什麼 看門大 外行人看什麼 熱鬧 所以呢 待會兒見啦 好 好 那你來看 那兩個 一唱一盒多好帥 哈哈 很厲害 你看那是高財一流的 哇